本期话题 叶臭和糊臭有区别吗 刘玲玲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 糊臭主要是在遗传因素作用下 叶窝部位的顶密汗腺 分泌过于旺盛 然后再加上局部的 比如说棒状杆菌 微细的球菌 这种细菌的共同参与作用下 产生异常的臭味 这个是糊臭的产生的原理 这里医学名词应该叫叶秀 老年以后 其实就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就不明显了 青少年或者是青壮年期 有的人还是挺影响生活质量的 主要是其实影响的是社交 别人们就会有一定的微词 所以还是主张积极治疗的 积极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